新鲜电影院继续拯救世界 脉络贯通 同情当地 就这样 他们玩了一夜的词语接龙 你要找的撥片 就在地毯的下面 三七掀开地毯 还真有 他一脸懵圈 屏幕中的自己再度开口 只要他去趟楼下 就什么都明白了 三七家的楼下 便是他精英的咖啡店 当他来到店里 果然在电视中 看到了两分钟前的自己 我是两分钟后的你 不信的话 来玩个接龙 龙 龙蛇混杂 杂 杂乱无章 杂 杂口就来 来龙去脉 脉龙贯通 就这样 他们玩了一夜的词语接龙 三七重复了刚才的对话 所有人过去的自己下楼看一眼 完成了这套流程 三七返回住所 他还是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仿佛做梦一般 可他刚坐下 屏幕中的自己再度开口 称这一切都不是做梦 并且所有小公马上就要来了 要他赶紧躲起来避一遍 别被他发现这事 话音刚落 三七果真从屏幕中 看到了小公走进店内 故皱的小公 见到电视中的三七 还以为是他拍的视频 但很快 他和服务员小美 便发现了端倪 于是 他们又玩了一晚上的词语接龙 哦你够了 咳咳 重来 嘿 他们见了电视中的三七 自由对话 这不是录制 而是现场直播 两分钟马上就要过去 三七再次来到楼下 电视中的自己 才刚刚坐下 又是一遍剧情重演 三七想提醒过去的自己 马上躲起来 避免被小公发现 可他还是没能跳过轮回 被小公抓个正着 见到这奇妙的两分钟时差 小公和小美兴奋异常 这不就是 哆啦A梦瑟士的 时光电视吗 为了一探究竟 小美和小公 跑上三七的房间 打算窥探一眼未来 路上 小公还说到 给两个朋友打了电话 让他们来吃瓜 等他们来到住所 发现戴眼镜的小泽 和戴帽子的田边 已经凑到了电视旁 显示器中的小公 玩起了魔术 他让田边随意说个东西 田边说了个番茄酱 下一秒 小公果真从口袋中 拿出了一瓶番茄酱 因为早在两分钟前 他就已经从显示器中 收到了信号 提前将番茄酱 准备在口袋中 而这便是显示器和电视 拥有两分钟时间差的 有力证据 两分钟即将过去 三人准备下楼 小公把番茄酱装进口袋 而此时 田边和小泽也刚刚来到门口 五人聚集到咖啡店 又是熟悉的剧情 他们终于确定 未来和过去 就靠着这两块屏幕相接 众人的性质 一下被勾了起来 他们再次跑上森奇的房间 翘此时 森奇想要开一场演唱会 几人怂恿她借此机会 试探者邀请隔壁 新衣妹子参加 不久后 未来的森奇 向众人传来好消息 妹子答应了 这下森奇瞬间有了底气 小美把邀请函 递给了她 店长加油 蜜人的大眼睛 嘴角遍地酒窝 你的美貌 哦 让我身换颠倒 干净的白衬衫 精神的牛仔裤 三浪黑幼 哦 我的心蓬蓬蓝跳 Hero for the Jello To the Hello 哦 偏偏爱上 Linja Girl Big Girl I feel that baby 我想你多想变成你 心中为一代Hero 然而结果出人意料 知道了 回去等通知吧 森奇兴高采烈地来 垂头丧气地走 也是 自己又不是钱 怎么能让人人都喜欢我呢 虽然没有达成目标 可为了不破未来自己的冷水 他还是撒谎 趁妹子答应参加 森奇这才明白 或许预知未来并非什么好事 然而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 想要合上就没那么简单了 小宫的人觉得 两分钟的未来实在过于短暂 他们还想知道的更多 小则忽然灵机一动 把住处的显示器包到店里 和店里的电视相对摆放 这样画面不断映成 就如同两片对立的镜子般 无限套娃 就能超越两分钟之后 这就是传说中的德罗斯特效应 随着两块屏幕对立 画中画不断产生 两分钟 四分钟 八分钟 直到无限的未来 小则率先问未来的自己 哪里可以买到细有扭蛋 得到答复后 便马不停蹄地出发买扭蛋去了 剩下的人开始考虑 知晓了未来后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不用多说 肯定是搞钱 可他们一不买彩票 二不投基金 而是选择了更加简单直接的方法 我哪里可以捡到钱 更无厘头的是 未来的他们还真告诉他们 能捡钱的地方 小宫田边小美 三人兴奋地冲出门外 只有森奇独自黯然神伤 为啥他通往爱情的道路 总在施工中 可就要这时 妹子竟然走了进来 原来他知道森奇喜欢唱歌 于是送来一份特别的礼物 夹子鼓上的铜箔 太好了 我出去卖唱的时候 可以用来收打赏 森奇的感情死灰复燃 而妹子也发现了 那两台古怪的屏幕 她缓缓走上前去 发现自己的脸间出现在里面 一个凶神恶哨的极道大叔 正迟到威胁着他把钱交出来 妹子一脸蒙圈 根本不知道发现了什么 可森奇削下的一身冷汗 让妹子赶紧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出门捡钱的几个人回来了 他们抱着一台旧的DVD 而钱就藏在里面 几人高兴的心还没持续多久 两个极道大叔就冲了进来 当初帮派的成员想要卷钱跑路 于是将钱藏在了DVD中 结果却被他不知情的妻子给扔掉了 两人此番前来 这是来拿回属于帮派的钱 森奇试图上前解释 却被黑道一拳撂倒 小公死鸭子嘴硬 然而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下一秒 简就被过去的自己给卖掉了 黑道听罢直接拔出了匕首 威胁小公把钱交出来 丽人还顺手劫持了无辜路人妹子 别紧张妹妹 我又不是什么好人 三人就这样上了五楼 森奇醒来 得知妹子落入黑道的手中 操刀必要冲上去英雄救美 他要悄悄的去 悄悄的走 会一会毕首 不留一个活口 小公等人联盟将他按住 现场乱做一团 就在这时 买完扭蛋的小泽回来了 通过屏幕他很快了解了前因后果 并迅速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小泽让过去的自己 马上去买个扭蛋 以此对上时间线 所以让森奇带上 能够看到两分钟前的电视去救妹子 而他们则要通过 能看到两分钟后的显示器 提前向森奇发号施令 令人无法自拔的 除了牙齿 还有爱情 森奇带着电视缓缓上楼 每上一层 便会有一个人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走 首先是小美 他拿来番茄酱 让森奇放在他肚子的口袋里 最后是小公 他拿来铜箔 让森奇垫在自己的后背 最后一个是田边 他拿来了小泽买的昆虫扭蛋 来到五楼 森奇慢慢放下电视 黑道拿出匕首 森奇飞弹不躲 反而猛扑了上去 匕首见了红 黑帮瞬间松懈 却不知这是森奇口袋里的番茄匠 森奇趁机打倒一个黑道 另一个黑道瞬间急眼 竟然拔出了手枪 森奇猛地转身 子弹不偏步也真重铜箔 随后森奇将昆虫扭蛋 交到黑道手中 黑道瞬间被吓阴过去 原来他怕昆虫 危机总算告一段落 可当森奇带着妹子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田边离奇昏迷在楼道里 紧接着 屏幕中的小公等人也接连晕了过去 森奇连忙返回咖啡店 发现两个陌生人已经等候多时 来者自称是时空局的人 因为检测到了咖啡店的时空乱流 因此前来善后 预知了未来 很有可能会引发时空悖论 进而导致一连串灾难发生 一人夺过电视 另一个人则拿出一个小罐子 准备洗去他们的记忆 两分钟后 显示机中的两人吞下了忘却剂 晕了过去 如果我们不吞呢 那过去会发生变异 会危及我们未来的每个时代 你们要慎母一点 合下去 然而现实却是大相径庭 妹子一个喷嚏 不小心把药膜吹飞了 森奇也如法炮制 假装打喷嚏 避免吃药 时空觉得两人慌了 本想给他们再喂一次 可未来已经改变 他们消失了 就这样 森奇和妹子保住了记忆 两人如释重负 相识一笑 不论前方是怎样的未来 至少这一次 他们不用被未来牵着鼻子走了 这么开心 不如来玩个词语接龙 总观全篇 所有场景都是在一栋大楼中上演 却在有限的故事里 拍出了无限的时间 成本虽然低 格局绝对不低 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 不如抱有未知的心态 把握当下 一成不变过于套路 生活总是要有一点小小的可能性 才会变得惊喜万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关注地下11楼的森奇 我们的目标是 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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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